我們接下來要帶著大家去一個屬於中國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琉球 平凡參拜經過神社 讓人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這就是我舉棋的意義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位愛國留學生 在日本車站撿到了皮包 裡面有數張證件跟信用卡 這名留學生撿到之後 趕緊送去服務台 並要求給予皮包內物品等值5-20%的報酬 那經過帳務人員的檢查呢 這個包包只有日幣4-50塊錢 我們就算他是50塊日幣好了 那50塊的5-20% 也就是2.5-10塊日幣的報酬 那日本帳務人員回答說 你最高可以拿到施主的10塊日幣 那換算台幣就是2.17塊 換算成貴國的單位啊 就是0.5塊人民幣 不僅帳務人員笑死我也笑死 結果這名留學生啊覺得自己被侮辱了 你們日本人是不是覺得 咱們中國人都是要飯的啊 連這0.5塊人民幣都要拿 結果他自己又發文說 如果不是學費太貴 日本的學費太貴啦 我才不會需要這些錢耶 你知道你這是有一點前後邏輯的矛盾嗎 最後他自己又說啊 我可以拿到不到1塊錢人民幣的報酬 對於我們來說是奇齒大辱 你到底想怎樣啊 你要還是不要啊 隨後這個留學生又大罵 欸你這個包包裡面啊 一堆信用卡什麼有的沒的 額度起碼都十幾萬的 所以信用卡額度的5-20% 你要給我 大哥 信用卡是借款啊 是負債的額度啊 如果你要拿負債的5-20% 那假使這張卡是20萬日幣的額度 那你要額外再付給師主 2170-8683塊台幣 換算成貴國的單位 就是496-1986人民幣 給這位師主負負負得正嘛 而且啊信用卡掛施就好啦 不然你也可以拿這個卡去倒刷看看啊 馬上就知道你在哪家店消費了 那家店的監視器跟外面路口監視器一路調閱 就可以找到你人在哪裡住哪 那這位愛國留學生啊 還告訴這個日本戰務人員跟日本警察 說要把這件事發到中國網路上 到時候起碼有五六億中國人保底會看到 我們看一下影片點贊是31人 看來你在牆內啊 只有這樣的關注量 必須抵靠我們這些反賊境外勢力台獨 才讓你的影片給更多人看到 還不快感謝我們 像是台灣的法律啊 也有規定可以向師主索取10%的報酬 但是真的要求支付報酬的人啊 少之又少 基本上我身邊的親友包括我自己啊 完全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 我自己撿到錢包什麼的 我也不會去索取10% 像在2021年的台灣啊 也有一位奇葩的人士撿到了皮包 裡面有金融卡跟4500塊台幣 那這位奇葩人士就要求10%的報酬 而這10%的報酬啊 不僅僅是4500塊裡面的10% 包含了金融卡銀行裡面存款的10% 跟這位小粉紅有異曲同工之妙對吧 最後這個師主只給了500塊 經過警察跟律師的說明啊 所謂遺失物的價值是以物品本身計算 提款卡還有存折收據支票那些啊 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是不能給予報酬的 因為那個掛師報銷就沒了 好 我這邊提供粉紅一些賺錢的手法 你們應該守在房仲公司 或是賣房的樓盤旁邊 有人簽約買房 你們就在旁邊賭 他的文件會不會被風吹走 他的文件會不會 因為要拿手機拿什麼飲料 落下來了 你趁那個掉下來的瞬間啊 師主還沒發現 或是他要撿起來的瞬間啊 趕快把那個地契 房企給搶了 然後就說是你撿到的 你要求這個房產價的10% 最為報酬 有沒有 這樣不出大半年啊 粉紅走上人生巔崩 變成高富帥 贏去白富美 馬上就可以去日本美國 留學 至產 拿永居啦 當個離岸 愛黨愛國的人 這都不是問題啊 不好意思我忘了 你們好像只有房產 沒有地產 那地產好像是 村幹部跟黨的所有 要搶拆就隨便給你搶拆 而最近 中國網友發現什麼呢 將在月底 舉辦的杭州第十九屆 亞運會裡面的簡章 或是海報 將台灣當作獨立的國家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足球項目啊 它上面分別寫的是 印尼、台灣、朝鮮、吉爾吉斯 四個國家隊伍 當粉紅在噴歐美日韓的一些單位 把台灣當作一個獨立的國家 分開看待的時候 各個義憤填膺痛罵 美日亡我之心不死 結果自家組織 台獨 不問不問 不管是不是出錯或是印錯 或者是這個文案的人 沒有意識到這種政治覺悟 結論就是你自己違反 中共自己說的一種原則了 你們反而不敢言上出真啦 上微博勒搜也沒有啊 今天換作是其他國家搞 這樣我跟你說 絕對是上微博前三 因為就上過好多次 總之呢 這番海報或是簡章被曝光之後 一定會被改掉 一定會在大會前被改掉 不過有傷害到 中共治安管理法的 中華民族感情 這樣就好了 順便再說啊 其實嚴格的說來 你要說吉爾吉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也是可以的啊 因為你們說這個李白啊 他就是出生在吉爾吉斯歲月城啊 但李白以前從這邊出生 大唐帝國擁有過 所以吉爾吉斯 你們可以有法統合理的去佔領他 去佔領他 對吧 但為什麼你們不要呢 一定是吉爾吉斯比台灣還沒有價值 所以你們不要對吧 不僅台灣要是中國的 現在粉紅 連沖繩都可以說成是中國的一部分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那我們接下來要帶著大家去一個屬於中國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琉球 那麼大家知道琉球是中國的哪個省的嗎 接下來跟著我們一起看看 朋友們 我們從東京去琉球要三個多小時 但是從琉球回中國只要一個多小時 小日子 你們懂了嗎 那麼現在我們來到的是中國的琉球村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的機關門口都會有兩個石獅子 那麼看來琉球村的官員們才是挺上道的 好了我們已經帶大家撞完了中國的一群村了 那麼在中國的地盤上面怎麼可能沒有中國國旗呢 接下來我就要在中國的村給大家拍一組國風大片 走 邏輯是怎麼回事 這個地方他距離別人的首都越近 別人的領土越近 就代表他應該是那個國家的 那你們雲南廣東距離北京比較近 還是距離越南的首都泰國的首都比較近 新疆西藏距離北京比較近 還是距離什麼基爾吉斯印度比較近 這樣的話 懂得都懂 呵呵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去沖繩縣政府看一下 它上面的國旗是五星旗還是紅太陽旗 去看一下沖繩縣政府裡面 最大的是沖繩縣知事還是沖繩縣縣委書記還是中國沖繩縣縣長 就如你們說的沖繩縣人民都痛恨日本人想要回歸祖國那你應該可以發動政變啦對不對 請求祖國出兵幫忙解救受苦受難的沖繩人民回歸暖心的祖國像克里米亞那樣的模式嘛對不對 對而且我上網查了一下沖繩2019年的人均是317萬日幣換算就是21,450美元 那中國2019年的人均是10,276美元 北京2019年的人均是21,791美元 你一個有將近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有14億勞動力支撐支援首都 這樣的一個地方 人均只贏2281平方公里還距離日本本島非常遠的一個島嶼 300多塊美元而已 你確定要收復人家呢? 你在搞笑吧 解放此地是要讓這邊的人民過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 享受更好的福利待遇還有政治保障 你要確定如果當地的人民被你所謂的解放 生活條件收入福利政治權利都比以前低下許多 那個叫做殖民那個叫做奴役那個叫做封建集權 不叫做解放 對不對你們就說這個解放朝鮮戰爭 你看一下朝鮮人民跟韓國人民哪裡叫做解放? 你以為搞笑了只有這樣嗎? 這位愛國的博主啊還跑到金國神社 去傷害大和民主的感情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包門最近看到這條視頻沒有? 這我能忍? 兄弟們還記得我是幹什麼的嗎? 走,買票,插旗 強迫父親強迫親生女兒 並強迫其他家庭成員在一旁觀看 這是1937年的南京城 這是我的先輩祖輩在當時看到的南京城 這是我從在南京出生起 被埋在骨子裡的家仇與國恨 歷史不該被忘記 平凡參拜金國神社,讓人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這就是我舉棋的意義 全世界都是中國了,全宇宙都是中國了 你知道這按照中國的標準 你早就應該要被判刑了 要判什麼? 傷害大和民主感情罪 顛覆國家政權 散佈不良內容 巡訓知識 發表反動言論跟影片 我也有去金國神社啦 有空去看一下我這支影片吧 我覺得面對所有的大S 應該都要一視同仁 比如說家定山土啊 揚州十日啊 太平天國之戰啊 死了八千多萬人啊 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覺得自己人打自己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恥最可悲的事情 因為你連自己人都沒有共識 你還去在乎別人打不打你嗎? 你知道太平天國跟大清 打戰S的人 比什麼英法聯軍啊 八國聯軍啊 鴉片戰爭加起來的總數 不曉得多幾萬倍 結果卻不見小粉紅記得這些事情 就跟額爹一樣啊 額爹英文也是沒錯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有一個網友說什麼 中國吃點虧就是別人打壓我 占了便宜就是我突破封鎖 別人不來我這兒是脫鉤啊 別人來我這兒 是要賺我的錢 是要服軟我啦 是認輸啦 有我在的圈子就是世界之序 就是多數 沒我的圈子就是你們在搞霸凌 完全講出來了 你來中國做生意是你需要中國 你跪了中國 中國公司中國人來你這個地方開店 也還代表你需要中國 你服軟中國了 反正怎樣都是中國贏中國最牛逼啦 就這樣啦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小學見啦掰 OK OK